你來Calgary,你帶了多少錢過來? 如果是實體的錢,就是幾千元而已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Nigel 今趟旅程來到卡加利,就會訪問兩個人 今天邀請了一位美女上來接受我的訪問 分享她在卡加利的生活 還有她在這裡所經歷的事情,也會跟大家分享 我們不說那麼多,馬上去片 Let's go! 首先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 你來了卡加利多久? 我來到卡加利大約來了一年半 但是加拿大的話就來了兩年左右 但是當初我是先選擇去Camo 為什麼選擇Camo作為這個最一開始設計的地方呢? 因為當初當初的心態是在工作假期 加上Camo就可以幫我做一份工作 因為我在香港的時候 就已經找了一份在酒店做家庭的工作 因為我也不想動用那麼多自己的資產 本身的儲蓄 所以我也想快點來到加拿大 就可以馬上上班 然後就可以有些穩定的生活 先說Camo在哪裡?Camo是Banf的附近 我猜應該不會說特別多香港人會在那個地方找到一份工作 我當初去的時候好像大約有三四十個香港人在那裡 不過去到後來都可能越來越多人知道Camo這個地方 所以他們之後就會多了很多香港人 都會一開始去Camo那裡設定 那你在那裡的工作經驗 你覺得是好還是不好? 我覺得工作經歷來說其實是挺好的 因為在那裡可以見到很多不同國籍的人 所以對於我當初可以適應加拿大來說 其實都是一個好的選擇 因為你要去練習多一點英文的時候 就是一個英語的環境 我覺得搬了下來Caro 其實反而是少用了英文的 因為始終華人是多一點的 唐人那些是多一點的 你在香港是做了什麼的職業的? 那我就是first grade 然後做了一年而已 那一年都是在辦公室做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讀Urban Studies 其中一個Streams and Environment 在辦公室做一個project management的工作 那為什麼當初會選擇放棄一份叫穩定的工作 來到加拿大重新開始 當然一定有很多人就是因為香港那時候的政治環境 現在也是啦 那個政治環境是令人都很壓抑 這個是令人想離開香港的一個原因 但是我本身自己都想去住下其他不同的國家 其實如果當初沒有OWP 我有可能會去澳洲Working holiday 因為我自己本身都會想去探索一下不同的地方 我相信大家都很有興趣知道你有沒有試過 找一些除了Cammo以外的城市的工作 例如在Vancouver、多倫多這些找了工作 你有沒有考慮過這些城市呢? 一定有考慮過的 因為有時候我也很迷惘 究竟是不是真的要留在Kalgary 因為Kalgary有時候好像很悶 始終多倫多、溫哥華好像多一點工作 還有好像比較熱鬧 但是一想到你們那邊好像很貴 那些租啊那些 然後我就打消了一個念頭 其實真的 那你在加拿大在Cammo做過兩份工作 在Kalgary 都做過兩份 都做過兩份 那一開始 一開始 Housekeeping 好像是17元左右 酒店呢 就是19元 還是不知道 應該是19元 因為再加上我Find Night Auditor 那時候在酒店 即Find Night是高1元 然後 搬到Kalgary Cafe就是15元 就是最低的工資 然後現在這一份 一開始進去就17元 然後到後來加就加到20元 那整個找工的流程 你用了多久 還有你覺得在這裡找工難不難 我覺得在這裡找工 是難過在Cammo的 就是如果以我住過這兩個地方 因為上面是主要是旅遊區 所以它就是找一些酒店和餐廳 我覺得這些工是比較容易找到的 但是到來Kalgary 始終也都很多大量的人在找一些工 就是幾百個人是同一份 所以我覺得Kalgary 其實都比較難找 我找到現在這一份 就大約用一個月的時間 他說這個幾百人欠一份工的情況 在多倫多都有出現 但是你說用一個月去找到 是比在多倫多的 多倫多大約幾久 你聰明的就可能一個月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聰明 但是我身邊很多朋友 可能找到四個月 五個月才找到 是 但是他們之後找的那些是 四五個月那些通常就是做銀行 有些可能他英文不太聰明 他想做reception 可能都要找四個月五個月 所以就是看有沒有菜 還有他剛剛講過一份工 是說refer 所以可以入到 也是一樣 在Kalgary也是一樣 有refer就簡單一點 是 是 你剛剛就是講過你之前 就是找17元一個小時 現在就是20元一個小時 你覺得找這個數 在這裏那個生活的質素 好不好 還有夠不夠用 其實 我覺得17元和20元都是夠用的 因為我之前也有回那份cafe cafe就真的是最低工資 我覺得最低工資那時候的生活質素 就真的會覺得蠻蠻蠻的 就是最低工資其實你 你稅後其實可能一個月就是2400元 但是如果跳到20元的話 即每個小時相差5元左右 但是你一個月其實都相... 稅後就相差都成六七百元 所以我覺得六百元其實都很多 都很多 對 都很多 因為... 你跟人夾租交到一個月租 就是了 所以我覺得20元來講 那個生活質素是會真的很多 可以說 即是相差得很遠 對 都真的相差得很遠 可能賺15元就要住basement 現在就可以搬上來上面住了 即是不用住basement住house 即是你出去吃多餐或者去玩 都不用覺得那麼遷就著就著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你每個月的洗費多少 以及存到多少錢 我們拆開它 對啦 即是最大的那個洗費就是租 一定是 那我現在其實就在付700元的 是的 和人夾租 是 700元租 然後 然後 買菜那些大約就300元 出去吃的話就當 850元一個月 是的 然後這裏就成1150元 然後呢 你電話卡那些就1200元加到 交通費加起來就1300元 吃喝玩樂 娛樂 就1400元 真的加到 嗯 所以我覺得一個月補手起建 就應該真的花費差不多1500元 嗯 是的 如果要養車的話就 再加多300元 是的 300元先保險 嗯 然後還有一二百元入油 那這裏就真的跳到成 1900-2000元 2000元 你來Calgary 你帶了多少錢過來 如果是實體的錢的話 就是真的幾千元 就一萬元留下 為什麼當初 帶了幾千元呢 就是因為 我就在香港 就已經找了在Camel 那份Housekeeping的工 嗯 所以我覺得 落地的時候 我就已經有一份工 就可以安排我的生活 所以我當初沒有帶這麼多錢過來 就只是帶了幾千元 是的 港幣 港幣 那我想問一下 就是 你可以動用到的 資訊是多少 大約十萬元左右 港幣 好了 但是你這樣做 你有沒有動用到那個 救命金的 救命金 剛剛也有說 弄傷腳 然後又去做手術 是 做手術那一陣子 就是沒有錢 雖然可以申請EI 但是 那時候也動用了一些 我覺得真的需要一些 救命錢在這裏 萬一發生了些什麼事 都可以 心都比較定 但是如果沒有弄傷的話 是完全不用用到救命錢的 就是你真的可以上班 就應付到生活所需 就不用用那十萬元 是的 你剛剛也有說過 說你現在是 在 下班人 你是 接觸多一點 唐人 就不用怎麼說英文 少一點 你覺得多少% 因為我現在那間 醫院 最主要都是 一些華人 那 你當八成時間 都是說普通話 和 廣東話 兩成時間 就是 講英文 哇 其實和你的幻想有沒有出入 就是我的固有印象 我會覺得來到類型 應該是 說人是少一點的 一定 如果比起多人 都找個話 是 我覺得英文是很重要的 但是如果聽你這樣說 其實 可能不是當初幻想之中的 那麼必須 都很重要的 但是不是當初幻想 那麼必須 是嗎 我覺得真的 都是 depends on 找什麼工作 因為一開始 可能我們來 第一年第二年 其實最快找到的工作 可能就是 幫唐人打工 那這個時候 就會用多些中文 有些人就跟我說 他說會覺得在 Calgary 是會很悶的 是 你覺得生活在這裏 是不是真的想像中那麼悶 還有你有沒有遇過 那些很難忘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覺得 有時候都很悶的 因為我自己最喜歡 就是去Banf 那些位置 去餐廳 我沒有試過去露營 但是我都很想去露營 但是如果住在Calgary的話 其實不是說 可以這麼有精力和時間 經常上去玩 因為我現在都是 一個星期六天工作的 所以 對於我來說 如果沒有這些活動做的時候 就會覺得 住在Calgary 有時候都會很悶 但是夏天 都會比冬天好 因為夏天 有很多活動可以做 日照有搶 是的 之後就問你深入一點的問題 就是 你有沒有後悔過加拿大 沒有的 其實真的沒有後悔過加拿大 雖然很多人都說 這裏生活比想像中困難 但是 也有說到 當初會想選擇離開香港 其中一個原因 我就是 真的想去一些不同的國家 住 是的 因為我本身自己個人都很喜歡探索 所以可以有一個機會去不同地方的話 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當初這個決定都不會後悔 因為就是我可以去看多些不同的東西 雖然你沒有後悔 但是你有沒有覺得 在這裏有些甚麼困難 需要克服 我覺得最大的困難 就是要習慣自己一個生活 雖然我都有屁股 有跟其他人分享 分享房子 他們始終不是說 好像香港那樣 有兄弟姊妹 有家人跟你一起住 我覺得那個感覺是很不同 那個感覺上 那個孤獨感的最大的困難 我覺得在這裏 你怎樣解決這個孤獨感呢 即是認識個男朋友 還有認識朋友 怎樣認識朋友呢 認識朋友 認識朋友 除了同事之外 就是 之前 因為我住那裏 就是樓上有其他香港人 那 都是朋友啊朋友 然後大家都結合一班人 然後就熟落了 這裏認識朋友 真的很大部分 可能你認識了一個人 然後他帶你去其他聚集 那裏認識 那裏認識 只要認識那個人 然後就去聚集 那裏認識多些不同人 那你覺得你對比在香港的生活水準高了還是低了 其實 我覺得是低了 是的 因為 始終在香港 那個娛樂可能多些 可能朋友真的在香港多些 嗯 那有時候 我可能我自己對於生活質素 其中有一個 因素就是 可能我有 和朋友有多些的娛樂 嗯 所以 即是在香港的話 如果是有多這些時間 是和朋友聚會 我自己覺得可能 可能人會開心些 是的 嗯 讓你重新選擇多次 你還會不會過來呢 如果你說生活質素低了的話 我也是會過來的 嗯 始終 香港的環境 現在都真的很壓抑 所以 如果是重新選擇 我也是會一樣這樣選擇 那是你悲觀的 哈哈 我看到油字吸引的好處 哈哈哈哈 好 最後了 你有沒有什麼想和 在鏡頭後面的觀眾說 可能是一些我沒有問過的事情 或者是 你心底裡面的說話 我覺得 如果 想長留在這裡的話 要讓自己 想到有一個 原因 為什麼要長留在這裡 因為確實 其實我自己也有 迷惘的時間 嗯 也有想過 究竟會不會搬去 其他地方 我也有想過會不會去澳洲 又或者回到香港 但是 當你想了之後 你就會知道自己 有什麼原因 是會想留在這裡 還有另外一個 我想留在這裡的 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其實我自己也很嚮往 和大自然 這些 去享受大自然的生活 嗯 你這樣說 是不是你身邊很多人 是在離開這個地方 我有聽到 我又不是認識 但是我有聽到我 可能是朋友 也有很多人都會離開 嗯 不過我覺得 每個人都有 他們自己的選擇 OK 我明白的 是的 但是這個 我遲些再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很多朋友 回去了 他說想回來 對啊 好 再說 好 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按讚和訂閱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他的頻道 就會在下面 description box 還有標題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